大家可以看到 弥勒菩萨直心三昧 所以诸佛到了唐朝以后 药师佛就在东方无量的诸佛里面 就排行榜第一名了 西方本来不是奥毕陀佛 西边应该是弥勒菩萨 所以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 你是应该拜下一尊 当来像是弥勒菩萨的 我自己也拜了弥勒菩萨 那你问 师父你不是你奥毕陀佛的吗 没错 他是下面一尊佛嘛 对不对 我们的福德智慧都还没有排到下一尊 所以这是三世果 所以你看 福慧双修 慈悲可以产生无量的福德 福德无边 也弥勒菩萨跟欢迎菩萨做代表 接下来怨恨无边 我叫怨行无边 以普贤菩萨跟金刚丧的为代表 接下来当你要重复的时候 最后一位老师是波仁空会 就各位常常念的心经经金刚经 你要拜大智文书实力菩萨做代表 所以文书 普贤观音地藏弥勒 八大菩萨都有他很深的用意 所以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请看 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就是慈心三内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并不是各位我们想象的不代佛上 肚子大大的花痴哦 你以为梅勒菩萨这么简单 其实你如果真的去读梅勒菩萨的国人波罗蜜的话 性观庄言论是梅勒菩萨说的 梅勒菩萨讲中国瑜伽实力论 梅勒菩萨的为事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中国人喜欢的是不代佛上 但我眼看图片 梅勒菩萨代表慈心三内 左边是悲心三内 代表莲花所欢迎 所以换句话说 古代的人是中间共释迦牟尼佛 右边共梅勒菩萨 左边共观世音菩萨 代表慈心跟悲心两个都圆满 你才能够成佛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代 梅勒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好 现在请看目录 请翻开讲义第十一页 这次要讲《法华经》第十六语 那目录呢 请各位看 很高兴呢 其实这一语 我在2007年十二月 在双明寺大发窑讲过 可是当时很不幸 因为音乐不具足 录影的人全部都毁了 结果没有留住DVD 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当时的讲义呢 我发愿了就把它翻成了英文 然后呢 十六语跟十七语 然后呢 这次呢 在讲座里面 我们先以十六语为主 我们先以十六语为主 接下来再看 那这次因为只有三天 请看幻灯片 我会讲《马尔巴最后吉祥送行曲》 这首歌我会教 第二首歌《密勒日巴花片歌》 我在静灵的一日禅宗一教过 所以这次我就不会讲 那在为什么呢 当佛入灭的时候呢 就像一代主持要入灭一样 西藏的马尔巴大医师 他要入灭的时候送他的弟子 叫《密勒日巴》 他唱了一个最好的吉祥送行曲 在明天或后天 我会教大家 接下来再看 第三八道佛塔的资料 跟建塔跟绕塔 现在东南亚 大家都喜欢建塔 请看第十二页 塔的确有它的功德 尤其是在《法华经》 十六语文十七语文明 释迦牟力国灭洞以后 也建设立塔 这是先让你知道的 好 首先请看 第十二页前言 一 送法华经 首先应该要书这四个条件 请你做五个星星 这个记号背起来 你问要问你法华经 修什么 修这四个 第一个大慈悲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个 Gentlementor 心要柔和一点 第三个 要修忍辱 Patience 特别是要 Continuous patience 就像持续性的忍辱 第六 第四个 要修诸法一切空性的教法 Realization as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这是出在法华经的法师里 历史 所以在每一页上面的寄送里 我都有写这个 待会我们会讲 我再讲一遍 人家问你 法华经修什么 就是这四个 第一个大慈悲 第二个心要调柔 很多人送了法华经呢 脾气一样还是那么坏的 那表示你的心病不调 第三 做什么事情 慢慢来 不要急 要有耐性 要修忍辱 比如说 法华经理 释迦摩利博事件 被深深世世 被提搏打过破坏 他就是修忍辱 第四个 你要成佛 要修空性的教法 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完全不同的地方 好 接下来请看祭送 第十二页 第十二行 若人说此经 应入如来事 早于如来依 而作如来作 楚众无所谓 往未分别说 大慈悲为事 柔和忍入依 诸法空为作 处此无畏说法 建议各位这个祭送非常好 若是你这个道场是修法华经的 应该把这首祭送的写成书吧 挂在左右两边 整个妙法联华经修的就是这个祭送 简单翻译一下 假如有人要为自己修妙法联华经 会被别人说妙法联华经 首先应该进入如来的事 事是房子 那个living room 着雨如来衣 穿如来的衣服 就像我们出家人要披补的加沙 而作如来作 作如来的好作 那这个事跟依跟作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会讲 处在大众之中身心没有障碍 无所谓 往未分别说 为众生苦口活心 一条一条的解释 妙法联华经修什么 好 如来事 什么是事呢 大慈悲为事 就是有慈悲心 走到哪里 都充满了慈悲 不疲不厌的帮助众生 慈是给众生快乐 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 把大字画起来 大字画起来 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 而是广大无边的大 好 请到我这边 来 我手上拿木 请问我木鱼跟这个灯比哪一个大 灯 灯跟桌子比哪一个大 桌子 桌子跟讲堂呢 讲堂 讲堂跟天空呢 哪一个比 没有多 各位都很聪明 可是你会讲 你不会修 为什么 表示这些大小是相对的 你看我们的牧鱼跟灯 一起比 当然牧鱼小 所以这个大小的大 不是指大小的大 表示大小的大还是很小 观世音菩萨讲大慈大悲 旧苦旧难 大事 往大如虚空 Universal concussion 所以我发现很多佛教徒 虽然你念经 可是你的心啊 还是很小的 为什么 我观察到你做法规的时候 旁边呢 不小心碰到你 你就很不高兴的 然后呢 下面要出师吃素的时候 一个排一排的时候呢 你都没有慈悲心去关怀别人的 你都只顾自己的 可见你的心还是很小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虽然念妙房念光经 可是你还是见不到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的心量太小了 所以这里的大慈悲为事 第二个 柔和忍辱情话强 心要逃柔一点 碰到事情要忍辱 汉山大师曾经说 红尘白浪两茫茫 忍辱柔和是妙方 你们要听慢一 我出家听戒杀 代表什么 忍辱一 这个中国世界 人生啊 我们讲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为什么换你的东西 你不如意呢 因为你过去的夜跟烦恼 所以碰到逆境的时候 要求忍辱 忍辱的功德比实戒还大 接下来诸法空为作 就是呢 你要观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在古祭祀我讲过文朱石大院 上一次也讲过空性的 那这次法华经第十六语里面 也讲修空性很重要 那东南亚人都很喜欢空性 大部分是念波耳心经 我念金刚经 但是呢都是嘴巴说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可是呢中了马票就不空了 对不对 所以上次我在借你讲 玩意料的故事 还记得吗 所以可见你嘴巴讲空啊 天也空地也空水也空 你银行的saving account并不空啊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什么叫做空呢 就是你要把一切的东西 当作不真实的 这样子你才会放下执着 所以要看破跟放下并不容易 最后以前面的四个条件 大慈悲 柔和 忍辱 跟诸法空 这四个条件 才是修妙法连华经 应该人修的 也就是说 营业部门底 也是应该修这四个条件 好 接下来再看 法华经的功能 是唯小向大 也就是说 当佛在讲经的时候 小臣 在法华经里面 江舍尊者亲自说过 当佛讲妙法连华经的时候 他不太高兴 佛又三变净土啊 就像各位 你看现在看到墙壁 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佛 佛三变净土 无量无边的诸佛来 加善尊者坐在那边 他就不喜欢 为什么 佛一直变成神通 怎么这么多佛 菩萨来 加善尊者就是这样静坐 然后法华经呢 他听呢 听不太懂 他也不知道佛在讲什么 之后他跟佛忏悔 为什么呢 佛跟他说 你心量太小了 你虽然是小臣 但是你要发广大的估敌心 你也可以成就 凹弄多罗三秒三不提 所以法华经里最特殊的是 回想向大 而且佛也为这个小臣的身闻成弟子 而受祭 后面会讲 接下来再看第十三页 法华经的特殊风格 是设三成法为一佛成法 这个三成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 声闻 圆觉 跟佛 这是一种解释 说声闻是以十二因缘开悟 圆觉呢 对不起 声闻是以四圣地而开悟 圆觉呢 是以十二因缘而开悟 佛呢 虽然是大阿罗汉 可是佛将来也可以成就 无畅的佛道 那这三成法 还有第二个解释 说第一个是声闻成 第二个是菩萨成 第三个是义佛成 答案讲的这么多是什么 一切众生都会成佛 你就再做所有的佛萨 各位的联友 如果你男众女众 你将来都会成佛 不过成佛呢 每个的快慢都一样 假如你很精进的话 那你就很快会成佛 假如呢 你可能呢 beasy and lazy 的话 那就很难成佛 好 请写在旁边 beasy and lazy 这是你很难成佛的原因 beasy for heart beasy for worldly business lazy for your daily practice 意思说 你啊 对世间啊 这个做生意啊 做工啊 很辛苦啊 你很beasy 你跟我一样 过了十四小时啊 当然啊 在世间工作做得很顺利 是不是要祝福你 但提醒你一句真话 生意啊 只是暂时的 自己活得下去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 虽然这么多钱死的时候呢 都是给子孙拿去真财产用的 你够用就好 可是我们人不是 这个社会是要比 对不对 我有时候观察到新加坡的安体 你们在讲话讲什么 都在比 先比老公 再比小孩 再比薪水 对不对 最后呢 再比巴货 最后呢 再比师父 再来比佛堂 你看都在比 真的是这样的 可是你会想想看 其实人哦 真的呢 睡觉就是一个床啊 吃饭这三餐啊 其实人 事业心太强了 你的修行的心就不会有精进 我再讲一遍 事业心太强了 你修行就不会有精进 因为你太忙了 所以 时间你够用就好 剩下的时间 你应该来帮助众生 学习佛法 利益众生 所以一切的众生都能成佛 可是 你太忙碌了 所以你很难传佛 那 Busy呢 都是我们讲说 Worldly socialized 就是世界的 social activity 社交活动 你很忙的 所以你很难有出离心 很难有菩提心 跟大悲心 可是呢 当你工作回来以后 你会发现 你很累的时候 你啊 你不是念经人 你在干嘛 看电视 好一直按 按到半夜 电视还在这一句话 所以啊 Lady for the daily practice 所以不要骗我 说师父 我没有时间念土贤行愿品的 你不要骗我说 你没有时间念土门品 或念法华清 我跟你一样说 24小时 所以一切的众生 你能勇勇精进 看 这是香港 大宇山 宝园寺的 般若会上 佛菩萨 中间是 释迦佛与佛 右边是 帝氏天 左边是 大汉天王 所以 大殿里 他造像 怎么共呢 一定会有经典的根据 所以 你透过 马华基 这样修行自己 一切众生 都能成果 所以你的心 才会像莲花一样 出污泥而固然 可是 我也观察到 请看下面 四 一切众生 都能成果 比方说 佛在 五百地子 受祭品 第八 他为生文成受祭 佛呢 也为提婆 达佛第十二品 他为一禅提 一禅提 就是完全没有 善根的人 他也将来会成果 比如说 新加坡 我也观察到 有些考虑 过动额 有时候 爸爸妈妈的 佛教徒 就很没有耐性 就会打他 或骂他 不用这样 他也有佛性 你要换个方法 假设你一个小朋友 要这样呆呆地不讲话 那你也会担心他 他是不是忧郁症了 是不是 小朋友本来就是应该会动的 对不对 我们中国讲 活动 活动 对不对 要活就要动啊 不会动的话 就死臭臭了吧 所以小朋友 你应该教他 要有礼貌 同样的 对一切的众生 一禅集 就是完全是 没有善根的人 他都可以成果 所以一切的众生 都有活性的 接下来 法华经修行的目标 叫正道大臣 法华三昧 中国的智者大师 传说就是 法华会上的 药王菩萨 或药上菩萨 法成愿再来的 他呢 他自己很精进 昼夜念 妙马莲华经 念到 世真精进 世民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他就入定了 回到荣商会上 见到释迦牟尼佛 他还见到他自己 坐在师父的旁边 然后呢 听妙马莲华经 他因为这样见到佛一次 有佛力的加持以后 他过去 现在未来呢 就通通通通达了 所以 虽然我们做大臣的佛弟子 可是我们说 我们虽然是佛弟子 可是我们真正 对法上的修持上 希望各位应该 更精进 更加油 最后 法华经要书的目的 是人臣无上佛道 好 现在请看 这次讲座 我要讲几个助题 第一个是讲 黄色尘短片 佛地加油短片呢 我明天会放给你看 在入场的时候 接下来我会介绍其他八大圣地里面 其他四个圣地的朝圣短片 好 接下来 这个是林又三 刚才看过 佛说 佛法华经 接下来再看 这一支讲座里面还会讲 佛的八项成道的功德 与无量寿的特殊功德 佛佛事实上 释迦摩尼佛现在还活着 只是你见不到他 好 接下来 请看幻灯片 这是西藏的壁画 摩尼佛人 在如幽树下 左手边 释迦牟尼佛诞生 在东南亚 大家有魏赛节 对不对 魏赛节拿御佛水 共佛 目的是什么 希望我们像学佛一样身心清静 好 看右下角 佛陀采着年花 七步讲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不是骄傲的意思 是天上跟天下 唯我是究竟 complete enlightened 我完全正乎的 可是我们常常在 御佛的时候 却忽略了 御佛是真正要跟佛学 而不是说水浇上去 来 我丢个红包 今天御佛法会圆满 这只是给众生节节远 可是你心里想 我真正是不是向佛学习 所以在传统上 西藏的寺庙里面 是画满个壁画 就是古代的连环漫画 古代当 古代像我们现在教育 以来电脑的科技方便 所以把很多经文 都放在壁画上 所以这叫经文变文图 这是我在尼波尔雪千寺 所拍的壁画 这是用金粉画的 接下来再看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 这是二佛并坐 请看 右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牟尼佛 中间出现多宝佛塔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右边多宝佛是过去佛 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 代表过去跟现在没有时空的障碍 两个佛可以在一起见面 这叫二佛并坐 在所有大众里面 最特别最特别的就是妙法灵华经 只有妙法灵华经有二佛并坐 而且右边多宝佛 他阴地里面深深适适 就是收妙法灵华经 修妙法灵华经 所以他以这部经 快速而圆满成佛 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 发愿说 十方有一无量不间的诸佛 假如哪一尊佛 讲妙法灵华经的话 我一定会从地涌现多宝佛塔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多宝佛塔 让他知道 我过去生就是依这部经而成佛的 所以你看 一部经也是可以究竟成佛 问题是你要专心去修持 所以多宝佛佛就发愿说 为了要让众生相信 因此他实现多宝佛塔现前 当释迦牟尼佛在妇灭前八年 在东印度灵鳩山的时候 当佛陀讲妙法灵华经的时候 的确从地涌现多宝佛塔 在虚空中往大后边 这时候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佛就用神通力 让他每个人都坐在虚空中 然后佛塔里面 多宝佛就发出声音说 善哉善哉释迦无来 你在五座二世 众生这么难度 我刚才讲难话 你能够讲经 今天我特别来看你 那所有人看到 怎么佛塔里面会有声音呢 就请佛把它打开 佛打开以后呢 多宝佛塔讲 Welcome to have a seat inside 所以佛就坐在里面 所以整个虚空里面 就多宝佛 然后两尊佛坐在一起 这是法华经 非常非常殊胜的地方 说明佛的寿命是无有限量的 所以当我们讲无量寿佛 并不是单单只阿弥陀佛 事实上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寿佛 寿是代表福报 佛的福报究竟圆满 无量光佛 光光代表智慧 所以每一尊佛 其实都是无量寿佛 也是无量光佛 这是广义的说 再看下面 请看第十四页 那这一题里面 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佛灭度以后 我们怎么选择跟依止善知识 真是让我很头痛的 因为这个并不好讲 因为讲得不好会得罪很多人 可是佛头告诉你 佛灭度以后 你怎么去找老师 我们现在见不到佛了 大家都有知道有一句无忌耸 佛在世时我成人 佛灭度后我出生 忏悔此生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生 没有错 我们现在见不到佛 你现在也见不到观世与菩萨 佛菩萨会千百余化身 变成人间 就让佛灵语讲 因你何生得度者 即现何生何畏说法 可是假如你不学佛法 又不听经意或不闻法的话 你就很难去抉择 哪一个是真正的善知识 一般人请问我现在都考虑了 谁跟你有缘呢 或是谁是你的善知识呢 你一定会说 哎呀某位师父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大概跟我很有缘吧 你觉得对你很好就跟你有缘吗 不一定吧 在学校里面请问 哪一种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啊 骂你的呢 讲你的呢 还是每天给你包饭堂的是最好的老师呢 想一想 当然没有错 老师一定会鼓励你 你在学校 在新加坡 有很多很多的小学中学 现在大家都在考试 对不对 你会发现 你回想一下 你从小到大 现在读书 对不对 哪一种是最好的老师呢 你看 我现在出家 很惭愧 已经23年多 今年24年 我小学老师 我还有连络 国中老师 我也还记得 师庄的老师 我还有连络 我福音所的老师 我现在还有连络 也就是说 你回想一下 这辈子什么的老师 对你最好的 其实是骂你最多的 责备你最多 要求你最多的 那是真的好老师 假如跟你讲 Oh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perfect 我告诉你 那绝对不是好老师 可是问题是 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常常不相信 我们都觉得 那个师父对我很好 很有缘 缘亲战主吧 有好与有坏 要去想 在这一篇里面就有教 当然作为师父 一定也会鼓励你 就像老师 一定会鼓励学生 当这个学生 做错了 老师也会原谅他 当这个学生 在进步的时候 老师也会鼓励他 那我请问你 佛菩萨 千百亿化身来的时候 不一定什么都顺着你 所以在这七年多来 我在新加坡讲经里面 我常常用了很多 特殊的例子来告诉你 尤其上一次讲平等性 文书菩萨 关于地藏菩萨来磨练你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顺着你 很舒服的感觉 了解吗 假如各位有去朝五台山的话 可能是起干 笼子 又臭又脏的 都是文书菩萨的发生 文书菩萨或文书菩萨 关于地藏菩萨 他因为不会讲 哦 圣男子 圣女人来哦 金公乘乘乘 我现在来了 不会 不会用这种话法来的 他是来磨练你的 所以举个例子 在寺庙里面 各位的一工联绍 每次办大法会的时候 追丁很重要 平等性很重要 当个大法会来的时候 所有好的跟不好的众生都会来 看得到跟看不到的众生也都会来 作为干部的人要有平等性 一般人我们看到了 哎呀 这个头很亮的 这个你庄严 师父 师父请坐请坐 那你看到一个呢 臭臭的 脏脏的 又呢 又没有穿袜子的 然后一吻 嗯 lily smelly 光是没看到 师姐 你提问特 你照顾他吧 我就走了 结果你不知道 他就是关西菩萨 这在很多故事里面 感应录里面都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磨众生的平等性 所以现在我给你一个问题写下来 Q&A 什么样才是好的老师 答案你自己回去想一想 同样的 我刚才说过 作为老师不会不鼓励小孩 也不会不鼓励学生 当你做错的时候 你跟老师道歉的时候 老师一样会鼓励你 同样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地造王菩萨 文座菩萨 古贤菩萨 你向他真心忏悔的时候 其实佛菩萨也会原谅你 只是啊 我有观察到新加坡有些的灵友是这样的 第一次忏悔 第二次又忏悔 第三次又忏悔 那观世音菩萨 这小子啊 都是假假的啦 嘴巴念一念 你看心里啊 都没有畅悔 那请问 假如你是这样的老师 你会原谅这样的学生吗 对不对 所以什么样的才是好老师 你先想一想 今天 今天没有时间讲 明天跟后天我会讲 因为在经文里面会提到 好 请看 佛陀入念 叫呼叙那高拉 这是居思纳佛城 1969年 印度政府为了建立 庆祝佛教2500年 正式建了这个入念盘 到大念盘寺 很抱歉 因为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就是有些连友跟我学生 拍个照片提供我 你看 佛陀入念 对不对 佛陀的色身离开了人间 可是佛陀的法身 现在还是在的 那佛陀入念以后呢 我们在有些经典 就要医治善知识 善知识很重要 阿含经里面也就是说 要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水法邪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假如你只是按照你的情绪要用 你是找不到老师的 你现在问年轻人 你今天好吗 OK啦 following my feeling 或是说 Today I'm not in the good mood 我今天不是心情很好 所以现在的人 按照你的情绪走 问题是你的心是会变的 我简单的回答你 怎么样讲善知识呢 你必须学正法 你才会判断是 真的善知识或假的善知识 接下来第五个 是各位最喜欢的 佛入念以后 释迦牟尼佛也的确火化三昧真火 设立为舍利塔 舍利塔本身也是羞耻宫功德 舍利塔尤其是对谁呢 对贫穷的人 比如在座各位 你很有福报 你来寺廟 你可以供花 供香 你有没有想过 佛陀在世的时候 印度有很多很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怎么修行呢 贫穷的人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有个心啊 他拜释迦牟尼佛 丙礼佛同 他的虔诚心 身起功德 第二个 贫穷的人当作灭路以后 他拜设立塔 他用身体向右旋转 要三遍或七遍绕塔 所以你会看到 南传 北传 藏传都有塔 我在外面看一遍 齐教宫也有光明山 上面也有佛塔 风明寺也有造塔 所以佛塔的修持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佛特别免领贫穷的人 他可以向右旋转绕塔 或是对塔做礼拜 出他的体力 跟他的心 他也可以修持 你看 这是缅甸的大金塔 接下来看 伦彼尼 佛陀的出生地 按照一二世纪的上级佛塔 而建的 非常的庄严 那时候我们在伦彼尼的时候 我带传有些灵友 也有趣 我们在塔的面前 发愿以为下 接下来再看 八大射利塔 西藏很多喜欢造八大射利塔 这八大射利塔 就是象征着佛的八项成道 也代表八大佛萨 所以八个射利塔 有八个射利塔的功德 但是现在 也有人用假的射利子 来骗众生的 这是不好的 听说东南亚 最近出了很多 七七块块很多的射利子 似乎就不以致评的 真的射利子 是有它的功德的 比方说西安法文式的 佛子射利 来台湾的时候 通过台湾尊贵的新女大师 海峡两岸 亲自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亲自去建国 我见到的时候 就晃身大夫的 你见到真正的佛的射利 就会像佛一样 你会有感受的 假的东西 它不会有借应会的功德 当然可能 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你们会问我 哪个射利子是真的 还是假的 答案是我不会答 我只告诉你原则 你自己去判断 当然西藏也有故事说 用佛狗的射利 当成佛的射利 败出来也有射利子 当然这是一个特例 可是真正的佛弟子 不应该用假的射利子 去骗别人 这是有不好的火爆 你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应该说明是真的 对不对 那你会说 师父你讲的有书生 那你有没有佛陀的射利子 有 不要跟我一样 我只有没几颗 这是西藏武达老师给我 是真正的释迦摩尼佛的射利子 接下来 八大射利塔代表佛的八大佛萨 看阿弥陀佛旁边有八大佛萨 下面会介绍 接下来 非常转 但是我尽量讲 能够讲就讲 还有介绍定中见佛 比如说佛灭度以后 我们常常有个人有个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定中见到观世音菩萨 你怎么办到是真的跟假的呢 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你的幻觉 你看这张幻灭度里面 你定中见到佛 他有判断的标准 答案还是你得学习佛法 你不学佛法 你没有办法判断标准 在这里我公开回答 在传统大乘而说 大乘里面 有个六祖贵能大叔成为肉身 他当然会请愿在 但是他不会说是六祖贵能大叔 第二次 在大乘的体系里 没有这样的system 也就是说佛在《论言经》里面 告诉所有的大菩萨跟奥罕说 当我灭度以后 我会千百亿化身 十方都有无量无缘的诸佛菩萨 都会千百亿化身来讲经说法 但是有一个条件 不可以泄露你的身份 你说讲他是一个观世音菩萨来的话 他不会讲他是观世音菩萨来的 从大乘找到有真意的 也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让佛们跟其他的混淆在一起 因为讲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 他不会讲 可是万一他被人家知道了 他就要离开这个人间 就是佛在论明会上 世交摩尼佛亲自制定的戒律 说有大菩萨阿罗汉可以生生世世广度终身 但是不可以泄露自己的身份 可是现在从这个标准来看 很多人都会说 我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为你讲的又不走 所以就是这样 这是大乘的标准 好 那教的金刚圣就不同 金刚圣叫做Lineage Holder 他要保持这个传承 他的的确确会说明他是哪个佛菩萨来的 比方说珠贵的高摩宝 历代高摩宝 金世昏世音菩萨化身 为什么 他要保持这个教法 而不要电职 叫做Lineage Holder 所以西藏有很多伟大的上师 的的确确都是文书 谱贤 观音 金刚手 乃就有廉师 亲自化身来的 那你亲近他 你会发现他的身口意行为 所说的跟所做的呢 就跟佛经讲的一样 另外有一个例子 是佛在讲大乘经论 尤其是妙法宁华经 或华言经 当有法师在弘扬正法的时候呢 佛菩萨跟天龙巴木 也会化成居士生来听经 或是出家状 所以老实说 我也不敢欺识各位 因为再多可能 搞不好从右旁边 就有观音菩萨化身来的 这是真的 可是观音菩萨来的时候 注意听 他是无我 他不会说坐在这 哎 星宏大法师 你不知道 我是观音菩萨化身来的 他不会有这个念头 他无我 他呢 恭敬的是 佛法身三宝的形象 目的 他来听闻佛法 是希望正法能够同样 尤其是在讲法华经 或大乘经论的时候 很多天龙巴木 跟佛菩萨会变成 在家出家的身份 来听闻佛法 代表固持佛法 这个是真的 所以讲来讲去 各位还是要学佛法 了解吗 我在讲一下 做归纳 第一 在大乘里面 所以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你泄露了身份 你就得离开 所以你不要去猜 我是谁来的 我是凡夫来的 对不对 新宝师没有什么 我没有神风 没有智慧 但我有菩提心 我有大悲心 我有大愿力 这个才重要 神都不能离业力 你学正法 才能够修改变你自己 第二 在金刚阵里面 它会说明 Lineage Holder 它的确是佛菩萨来化身的 代表教法不会变质 第三个 在大型的法会里面 也有诸佛菩萨 天龙巴木 亲自化 再加出家身 是为了要正法继续弘扬 好 所以请看下面 我讲一个段落 请看第十四页 第十行 所以法华经在大圣经中 常常被我称为 金中之王 我说过 中国大圣国法 法华经称为 金中之王 华盈经也是 布尔经也是 为什么叫王呢 是代表殊胜的意思 因为这部经是过去多饱和 诗之诗诗的 以此而修行成佛 在经文里面 释迦摩尼佛也说 它因为 让法灵华经的功德 快速而成佛 所以法华经功德 闻声很大 它跟中国的法华盈经 一样很了不起 接下来 第一个 佛陀入涅潭八项成道 所以他在东印度 慈悲宣说 平舊山说法华经 请看最后一段 幻灵篇 所以妙法灵华经是 圆满也是快速成佛的法华经 值得佛弟子专精修持 注意听 快速成佛 其他不仁不都这样快吗 就是这个 的确 法华经非常非常快 你念古门品 很多人都有改变 古门品里面就是 妙法灵华经的一品 是不是 法华经功德很大 在这里公开的回答 有问我说 日连正宗 师父不是很清楚 不过据我所了解 他真正念的经文 也是法华经 看这里 法华经 然后拿一张纸 往外面包 里面的确是法华经 所以在新加坡也有日连正宗 师父没有去参加过 我知道了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的确是我看过经文 它是妙法灵华经的经文 里面再加上日本的很多的历代主师 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 说我礼拜六礼拜天 去年日连正宗 然后就发愿 然后你就很大的感应 反而是真的 因为这是法华经的功德 但是有一点 师父不太认同 进入日连正宗 说你进来这里以后 就不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学佛法 这不是佛说的 这是他们说的 是代表日国 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 台湾也有日连正宗 也非常的弘扬 所以师父不能用单一的说 他是不是正法 法本身是没有问题 可是他所说的跟佛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所以第一个重点是快速寻佛 第二个就是讲佛 有无量寿的功德 展现了慈悲智慧跟愿力 所以佛弟子应该在六度波浪力上 应该好好精进 这个在华人的世界 东南亚 包含了这个慈光独立协会 都有很多的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这是我们大处狗法 非常的不齐的地方 希望大家继续发心跟顾持 第三个还会谈到 就是一 我们佛灭度以后 我们怎么找善知识 这刚才说很重要 接下来佛留下了佛舍利子 建造舍利塔跟供养礼拜 我先说佛朵本身灭度以后 的确先用三类真火 烧了火化自己的身体 这叫第一次火化出来的舍利 舍利子以后 你供养的话 它还会继续生 所以真正的舍利是超过科学的 可是假如你供了佛朵的舍利 你不恭敬的话 舍利子也是会消失的 消失以后你就找不到了 好 请看第十六页 十六页里面有很多的英文版本 我讲重点 在这里面呢 目前呢 我觉得最好的是编号第七号 Burton Watson 他翻译了1993年 The Lotus Sutra 《妙华丽华经》也翻译英文 所以在座多月里也有讲述 受英文教育的人 也不会读华语里面 英文的也可以 当然之后还有新的英文翻译 可是我觉得呢 这一部本 就是1993年 Burton Watson 这个翻译是非常的好 各位这本书呢 也可以在新加坡的 无疑长青 买得到英文本 好 现在看第十七页 请专心听 十七页 十七页里面呢 我想要讲的是 法花金有补品 好 给 好 先看 好 先看 请看翻译片 法花金很特别 请看 所有的金呢 只有一次 叫做续分 正宗分和流通分 像阿密国金有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可是在第十七页里面 法花金很特别的是有两次 一个叫基门 基门 一个叫本门 基门跟本门比 本 就是根本 举个例子 你现在看到青鸿诗坐在这里 请问这是不是我本人啊 是吗 假如你走出去看到了海报 poster 看到青鸿诗 那个是不是也是青鸿诗呢 是 是我的照片 那请问 照片跟我是同一个 还是不同一个 请回答我 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同一个 当然同一个 各位好像很怀疑的样子 像这样子 好 注意听 本门基门就是这样 本是你的本尊本人 基是他的显现 英文叫manifestation 显现 照片上 照片上 你上网路 师傅的网路 也有我的照片 照片是基门的意思 这是classical drive 我这样讲也会比较痛 好 所谓基门里面 它就有分第一张到第十四张 然后本门呢 是第十五张到第28张 只有法华金是两次流通 这是很特别的 请看 欢迎来台湾 欢迎来台湾 有机会 各位 欢迎到台湾高雄 紫竹林金社 请你上网查 www.gaya.org.tw 这是一妙法 连华金 整部金而建的寺庙 我非常非常地赞叹 希望欢迎你们来台湾 你们来台湾 可能去很多地方 去101 对不对 市里夜市 大雪坯 吃东西买东西 吃东西买东西 可是你不会去超休子 竹林金社 你可以从台北坐高铁 看 这就是佛房神三宝 注意看 前面第一栋叫做法宝楼 按照佛学班 中间第二栋 佛宝楼是大殿 旁边有一个楼梯 最上面是多宝佛塔 最后一栋叫僧保楼 这是近代东南亚 我亲自看到 按照法华金的经文 而建的建筑物 非常了不起 在新加坡也没有 当然 我对台湾的灵友介绍的话 就叫 Welcome to佛崖寺 或光明的山 对不对 就是你们新加坡很特别 可是在台湾 除了有很多很多的寺庙之外 以庙法联华经 这个修持的法门 而亲自做的建筑是 高雄子 竹林金社 它是由相关离寺生团 全部都是比丘梨 有一百多位的比丘梨 非常地了不起 请看第一栋 中间 这个是佛法楼 在中间 第三栋 深宝楼 在家居士也不可以上去 因为它是出家比资里住的疗法 所以你看 一进门口 是竹林金社 它里面 它就按照这个法华经 所讲的经文 也就是把经文给建筑化 建筑也可以为众生说法 请看 常不亲菩萨 非常了不起 释迦牟尼佛 甚至是常不亲菩萨 它是一个禀修身 但它是修菩萨型 提佛达多鼓务他 或别人打他 骂他 他永远得讲错 我永远不敢侵蚀你 因为你有佛性 所以你要修忍入心 你很少看到常不亲菩萨 长什么样 那他们后过考古 还有这个雕像去研究 和雕人的常不亲菩萨 非常的好 接下来再看 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妙法灵华经 最后一品交给古前菩萨所顾 古前菩萨也说 若有人送妙法灵华经 一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也可以上身东帅内月 见到当来下身彼乐尊佛 所以你看三十二项的仪乐无上 所以法华经五品的弘扬 我觉得很重要 请看第十七页 第一 法华经应该要先讲的是第二品 方便品 chapter 2 第二个 真正修行的是第十四品 智者大师是要大家念安乐行品 各位有看到吗 第十七页第十二号 其实真正的法华经应该要从安乐行品 身口意誓愿安乐 这三个 请各位上网我讲过 而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念的第二十五品 观音菩萨五能品 当然很好 可是你做不到观音菩萨的功德 这张法华经应该修的是第十四品 所以我公开鼓励 如果各位以后送法华经做法会 只有一天的话 应该念第十四品 安乐行品 我们商业经测共修就是念第十四品 因为十四品是告诉你 身安乐口安乐 然后这个身口意誓愿安乐 修行要从身口意下手 接下来我们看到正中分 如来寿亮语十六跟十七 前面看第十五品 叫从地勇出品 看幻中变 这是代表多宝佛塔从地勇出 这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惊讶 哇原来法华经这么殊胜 佛就讲真话 事实上我从古至今 来到娑婆世界 来了八千次了 释迦牧民国现在来千百亿化身 在东南亚全世界弘扬佛法 可是你不一定认识他 所以当佛讲 他的寿命是无量流别 所以是第十六品跟第十七品 看到了吗 十六十七 十六十七这两品是连着的 然后呢 一般我们讲流通分是第二十五品 观音菩萨 是属于什么呢 父子流通的化他流通 二十四品是妙音菩萨品 二十五品是观世音菩萨品 为什么中国人跟观世音菩萨 这个菩萨的原最深 还有另外一品 应该请你特别注意 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的劝发品 所以第十七页请做个记号 我建议假如你可以全部念 尿玛 莲莲莲莲菩萨 最好一点也有些品比较长 有些比较短 假如你都不能念的话 我建议你念这五品 五品是简单的说 第一 方便品是讲你的知见 你的知见一切众生都能存佛 请看观众片中的资料 第一个 方便品是讲你的见解 让你相信这个法案很出身 第二个 你要真正修 要从安乐行品 深口意去进化 接下来讲十六品跟十七品 是讲佛正物的佛功德 那是很高的境界 你念当然很好 可是你没办法 现在正物这么高的境界 而真正讲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献 古海常坐 渡人中的功德是什么呢 是第二十五品 古门品 跟第二十八品 古贤菩萨称八品 所以这五品加起来就非常好 目前我本身没有讲过古门品 因为我知道东南亚 很多的法师都讲古门品 都讲水灾来的时候 念观音菩萨 讲火灾来的时候 念观音菩萨 求男孩得男孩 求女孩得女孩 的确这是什么 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可是问题呢 你做不到这个境界 大悲观音菩萨过去是成佛了 过去正法名如来 道架祠堂 大悲观音菩萨 十方诸国土 无畅现身 假如这五福品里面 你说师父你都讲得太好了 可是我时间很短 新加坡很忙 我只有半小时 那念什么 第十四品 安乐行品 接下来 你们关心菩萨的顺号 这第十四品呢 使智者大师亲自提倡 跟同样的 了解吗 好 再给你看几张照片 今天讲经就告一个段落 请看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下一宗佛是弥勒菩萨 请看 天上梅勒菩萨也在人间 所以假如你要上升 东帅内院也是很好 念法伐经 灵命中就会见到 梅勒菩萨亲自来见 你看 在云刚石窟 交讲十地梅勒菩萨 交讲 就是代表它十地 十一地就是佛 接下来再看 各位最守的 新加坡佛阳寺 很壮面 我非常喜欢这一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真正的暴春佛 弥勒菩萨应该是长这么庄严 不是这样肚子大大 大家来吃啊 来吃菜啊 那是化身布袋而上 那是中国 真正的暴春佛 弥勒菩萨是这样的 所以我非常赞叹 弥勒菩萨当时建的手是非常有智慧 和眼光 十地法灵地的菩萨 对不对 弥勒菩萨是非常庄严的 而且任何一个佛教徒 都应该拜释迦摩尼佛 以及拜下一根弥勒菩萨 我自己也拜弥勒菩萨 你不要认为你阿弥陀佛人就不应该拜弥勒菩萨 应该 因为它是下一根佛 接下来在韩国请看 在中国原版的版权 是在中国我们的魏晋南北朝 中国大宋佛法 讲到日本跟韩国 这叫做思维弥勒 就是它的右脚是放在左脚上面 然后呢 这样拖着思维 思维在想众生难度啊 没事 你不一定要做这个姿势 我只是跟你讲 当然你可以想一想 下个月怎么付马票啊 中马票啊 下个月要付房租啊 你想的是这个 原来菩萨是想 我这个怎么样去帮助众生 度众生 后来这个版权 目前就变成韩国的国宝 如果各位有机会到韩国的首尔 就有四庙建思维弥勒 同流经的 后来现在这个版权 现在是在韩国 现在来看 藏传佛教 西藏也拜了 米勒普萨 米勒普萨是未来国 你看 同流经的 在西藏折邦是全部是同流经的 米勒普萨 前面给了所有书留灯 这大概有三层楼到五层楼这么高 这是最上一层第五层 接下来再看 接下来再看 布达拉宫 米勒普萨 所以西藏人也拜米勒普萨 米勒普萨叫做 三爵讲八 这是米勒普萨 接下来再看 印度智慧灵 同流经的 两层楼半这么高 米勒普萨 正中间是真正的 丹门 钻石的 所以你看西藏人 对于上师跟佛菩萨 少年代五方夺宝观 他们对三宝是非常的供养 很虔诚恭敬 米勒普萨还有拿法轮 有拿如意宝 再看 云刚始孤这两尊 右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牟尼佛 代表过去跟现在的佛 可以在同一个时空交汇 好 这个是刚才在日本人 同流经的 这是妙法零化经 好 今天第一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然后因为第一天 所以我要带各位唱 释迦牟尼佛八日文 请看 岳藏经吉祥八月文 在第七页 底下岳藏经吉祥八月文 真正的经文 从第八页到第十页 所以今天我问了你很多问题 对不对 什么样子是真正的好老师 三知 三知 四 回去想一想 好 请合掌 我知道在这很多连友 也都会唱 不会唱的人 以前第一诵跟第二诵 都先用听的 第三诵就没跟着唱 会唱的呢 而且大声唱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月葬经》里所发愿的六度波罗命的发愿文 我们既然是佛陀佛的佛弟子 讲如来寿量品 其实是当我女佛现在才活着 只要你虔诚的发愿 因为佛陀佛还是会听得到你的祈愿 圣词 圣词 混词 四 hay 兵法求自然 我自生生命 兵法求自然 兵法求自然 我自为父的生才及其次 兵法求自然 兵法求自然 我自方 sung 谁继续 兵法求自然 兵法求自然 兵法求自然